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這麼說 我是1997年回來香港 在美國讀完書回國 因為當時在外地 叫做海外生 很多人都考慮究竟會否回來 我是徹頭徹尾很堅定一定回來香港 因為回歸是一件很大的事 在1997年之後 其實基本上 香港對中國文化來講 是落了很多不同的力量 對於鍾珍珍來說 香港回歸有著特殊的意義 祖籍馬來西亞 在港出生 從上世紀末至今的二十多年裡 鍾珍珍見證了香港的文化流轉 盛夏時節 位於香港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 人流如枝 這裡是鍾珍珍的辦公場所 亦是她親身參與建設的重要工程 歷18年 自2019年1月正式落成啟用後 戲曲中心一舉成為香港地標性藝術表演場館 也為樂劇在香港的發展奠定了里程碑 外形酷似中國傳統燈籠 大門設計獨特 猶如舞台帷幕緩緩拉開 不如其中 猶如踏上戲台一步換景 戲曲中心內設大劇院 茶館劇場 演講廳等多個場地 充斥著濃郁的中式設計風格 我們的設計師 其實他用了中國的精氣神的氣字 好像我們太極一樣 我們實在太極都是圓圓的 你看到這裡 所有東西都是圓的 不會怎麼起閣的 而且你看到 上高校的設計 都是所有好像我們的氣流在繞動的感覺 所以這就是劇院裏面的設計特色 這個裝置藝術有1288個風車 它其實好像一個船頭的設計 二、三十年代 四、五十年代 如果戲班要去別處演出 他們一般會坐船去 也都將船游成紅色 所以我們經常叫做紅船 也都代表我們希望 推廣多些給其他地方的人 認識我們廣東粵劇 樂劇又稱廣府戲、廣東大戲 發源於廣東佛山 以樂方言演唱 後傳入廣西、港澳、台灣 在鍾珍珍看來 樂劇維繫著粵港兩地百姓的情感共鳴 同時在傳序中汲取各地的本土特色 演變出不同的流派與風格 素來戲曲都是民間藝術 很多時民眾喜歡甚麼 戲曲可能會加添了甚麼 因為戲曲有唱造念打之外 其實有很多點子 是跟民間的藝術 民間的生活很貼近的 這就是文化 下來香港之後 是有些少不同的 因為大家居住的地域又不一樣 有甚麼是侵了下去的特色呢 就是我們香港的樂劇 很喜歡扯科返 即是說沒有劇本的 臨時說出來的 你一定對那個劇目很熟 還有你對那個在舞台上 要很掌握得到 又要跟觀眾互動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很多時 粵劇的特色 成前起後 立足當下 面對香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新定位 鍾珍珍深安讓傳統樂劇文化走出國門 走向全球的重要性 香港都是中西文化交會點 很多時 我們有一些技術科技的東西 譬如文港探局 我們有很多LED的東西 就跟民眾一起去看到 那個主角看的那本書 其實他看到甚麼呢 再有另外一個香港特色 令到海外觀眾不會卻步的 就是我們堅持有中英文字幕 內地戲曲很多時 字幕是打直的 擺兩條在旁邊 因為中文字打直寫 我們是打橫的 因為我們要寫英文在下面 而且因為小劇場的節目 通常都比較短的 可能一百分鐘之內 九龍之溪 圍港之盼 鼓腔吟唱 水秀舞動 樂劇將在香港這片土地上 以更為豐富多元的形式 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韻味和魅力